快看,巨蜥遭报应了,偷吃老鹰王子,被凶悍的鹰妈咬烂眼珠,彻底沦为睁眼瞎。 鹰妈两个利爪,死死掐住企图逃跑的巨蜥,刀锥般的尖嘴发了狠,猛啄巨蜥的眼球,剧烈的疼痛传来巨蜥开始拼命挣扎,想逃脱制裁,只可惜已经晚了,尖利的鹰爪深深扎穿皮肉。 任凭巨蜥怎么挣扎,都无济于事,巨蜥有这样的下场纯属活该,长得丑陋凶悍,停时专挑中小型猎物下手,靠一张大嘴生吞猎曲在自然界横霸一方,没想到老鹰今天出门没看皇帝,前脚刚离开,后脚朝穴,就被饿了两天的饿霸盯上。 巨蜥扶下身子,一步一步慢慢逼近,致在必得的样子,早就把雏鹰当成了开胃菜,不过雏鹰也不是吃素,面对致命威胁血脉基因瞬间觉醒。 刚才孩下的瑟瑟发抖,眼看被逼到角落,突然飞扑上去,朝巨蜥门面就是一脚,巨蜥被吓了一跳,张大嘴开始疯狂反击,一个空中猛禽一个陆地恶霸,双方相互缠斗打得不可开交。 一时间尘土飞扬场面十分激烈,巨蜥抓住机会用嘴猛拙,巨蜥也不甘示弱,双方滚下山坡,巨蜥抓住机会,一口仰上巨蜥翅膀,巨蜥疼得扬天长鸣,来回跳跃想摆脱巨蜥。 只可惜经验不足,在刚才的缠斗中体力严重消耗,这下惨了,看长相丑陋的巨蜥被老鹰按在地上来回摩擦,眼球都被咬烂了,疼得拼命哀嚎跪地求饶,只可惜老鹰可不是这套。 鹰妈前脚刚出门,后脚就惨遭偷家,巨蜥被咬得到处嗜血,和巨蜥大战十几回合体力严重消耗,成年巨蜥咬合力惊人,平一口生吞术,横霸草原。 等到鹰妈密室回家,老远就发现了不对劲,亲眼目睹孩子被咬烂翅膀按在地上,双腿被咬得鲜血淋漓,还没长好的利爪,无法对巨蜥又厚又硬的皮肤造成伤害,只能躺在地上喘着粗气,拼命躲避撕咬。 鹰妈彻底怒了,一个急速俯冲收容翅膀化身炮弹,朝巨蜥发起冲击,动物界不喜欢隔夜愁,巨蜥吃得正起劲,突然感觉后背发凉,反应过来后嘴都顾不上擦把腿就跑。 四条腿拼命扑腾狼狈的样子,和之前盼若两膝,老鹰作为空中猛禽,震翅一飞就轻松追上,强大的找力将巨蜥当场压制,巨蜥起初不信邪扭动着身体还想跑,猎杀了一只雏鸟就自信心爆棚,结果鹰爪越扎越深。 强烈的刺痛感,让巨蜥头皮发麻,再也不敢反抗。 精心培养的厨鹰,眼看马上出窝能翱翔天空,却被嘴馋的巨蜥盯上直接咬成残废。 究竟是谁给巨蜥的勇气?鹰骂发了狠必须让巨蜥付出血的代价,直到巨蜥皮糙肉厚,只有一双眼睛是软肋,老鹰动嘴一啄巨蜥彻底不淡定了。 老鹰发威了,把巨蜥眼球咬烂变成残废,罕见的鹰蜥大战简直不忍直视。 尖利的鹰嘴朝着巨蜥眼球就是一顿猛啄,任由巨蜥怎么求饶都不肯罢休。 短短几十秒,巨蜥的一个眼球已经被咬得稀巴烂,两个粗壮的鹰腿犹如柱子,压制着巨蜥动弹不得。 眼睛剧烈的疼痛,让巨蜥疼到尾巴狂甩,只可惜这对老鹰来说无异于恼痒痒。 鹰妈妈乘胜追击,开始朝巨蜥的另一只眼睛发起攻击,狠狠一口下去,直接把眼球凿烂,扬起高贵的脖子砸巴着嘴,似乎在品味巨蜥的味道。 在成年老鹰面前嚣张的巨蜥彻底沦为玩偶,两眼空洞的巨蜥疼的撕心裂肺,想用声音吓退老鹰,只可惜老鹰战斗经验丰富,连野狼都敢猎杀,一只矮小的爬行动物更不放在眼里。 要知道着眼是老鹰时代转成的独门绝技,每次抓到猎物会首先啄瞎双眼,这样即便在捕杀过程中猎物跑了也能轻松抓获,紧接着老鹰打算使出第二招独门绝技,高空降落伞。 这是猛禽最爱用的招数,把猎物抓上几十米的高空重重摔下,可几次尝试都没能将巨蜥抓起,老鹰决定在原地进食,不过要时刻警惕周边环境,避免发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惨剧。 不怕猫头鹰哭,就怕猫头鹰笑,这到底是为什么?猫头鹰笑会怎样吗? 以前农村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鸟,其中喜鹊和燕子,是极想喜庆的鸟,一向受人欢迎,与之相反的猫头鹰,则一向让人觉得不祥晦气。 至今不少农村地区仍然有不怕猫头鹰叫,就怕猫头鹰笑的老话流传,那么为什么猫头鹰让人这么忌讳呢?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猫头鹰,它是消行目的鸟类,下属共有130多种鸟类,遍布全世界,它们全部都长着一颗像猫的头。 所以得名猫头鹰,虽然长着一张萌萌的脸,但猫头鹰可是货真价实的食肉猛青,爪子尖利无比,鸟灰又短又粗,前面还弯成钩状,撕扯猎物的时候非常有力。 它主食各种老鼠,昆虫蜥蜴和鱼也在它的食谱上,食物缺乏的时候也会捕食其他体型小的鸟类。 关于它们为何如此惹人忌讳,主要有以下原因,猫头鹰习惯咒服夜出,天光暗下来的时候才会活跃,这样的生活习惯是跟人类截然相反,所以民间也叫它夜猫子。 在古时候,人们的照明手段十分有限,夜晚就代表着危险,大部分人天一黑只能被动地待在自己家里,而可以在黑暗的环境里肆意活动。 古时的猫头鹰,在古人眼里就有一定的神秘色彩。 第二,猫头鹰明明是鸟,却长着猫一样的头,并且它的头还非常灵活,可以旋转270度。 这在古人看来非常怪异,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因为它的眼珠不能转动,所以进化出了灵活的颈椎,方便脑袋四处转动,扩大视野。 但古人对这些没有清晰科学的认知,可以把头到处扭的猫头鹰,看着就跟画本故事里的鬼魅山巾一样。 其实猫头鹰惹人忌讳,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经常会发出咕咕咕的声音,并且叫得悠长缓慢,听起来跟人类哭泣的声音差不多。 在夜半三更突然听到这样的哭声真的非常瘆人,并且哭声对人类来说也代表着丧气,不吉祥等意思。 当然,这种声音只是猫头鹰找到食物,呼叫同类的正常叫声,是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声音。 人们觉得它不响,更多是因为认知程度不够,无法理解其义,所以多往迷信方面思考,赋予了它不好的意义。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,猫头鹰一直都被人当成不响之鸟,人们遇见它都会直接驱赶。 那为什么人们会说不怕猫头鹰叫,就怕猫头鹰笑呢? 它的笑声有什么特别的,会让人们对它的笑声纪会远超过哭声的叫呢? 这是因为古人觉得猫头鹰的笑声能遇事死亡。 平时猫头鹰咒服夜出,一般很难见到,但是家里一旦有身体衰弱的老人或者病人时,猫头鹰总会出现在门口,发出圣人的声叫。 这个叫声跟平时晚上听到的那种类似哭声的咕咕咕不一样,而是很像咯咯咯的急促笑声。 鹰森兼力又诡异,并且它们笑过之后没多久,很多身体不好的人就真的死亡了。 这对古人来说,就像是猫头鹰把人给笑死了,所以人们都觉得它非常晦气,把它叫做暴丧鸟,追魂鸟,不怕猫头鹰哭,就怕猫头鹰叫的老话,也是也因此而来。 不怕猫头鹰哭,就怕猫头鹰笑,这到底是为什么?为什么猫头鹰一笑就会有人死亡呢? 科学研究发现,人类的身体衰弱到一定程度,即将死亡的时候,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会下降,星辰代谢的速度也会变得不那么协调。 这时电解智慧高速分解,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得多,这样的过程中人体会散发出一种腐朽的味道。 这在科学上称之为试暗,味道跟腐肉很像,而猫头鹰有失腐的细性,并且它们的嗅觉也非常的发达。 这种试暗的味道会吸引猫头鹰,让它们以为有动物即将死亡,所以它们会高兴地飞来打算饱餐一顿,但是飞到人家门口的猫头鹰,却找不到将死的动物,或者是散发出腐朽味道的腐肉。 它们就会焦急地跟同伴交流,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 猫头鹰的笑声其实也是它们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,通常只有受惊,焦虑或者兴奋的时候才会发出咯咯落的声音。 猫头鹰闻到将死之人散发的诗案,兴奋地打算吃东西,到了才发现啥也找不到,着急焦虑之下才会发出笑声。 所以说,并不是猫头鹰把人叫死了,而是将死之人吸引了猫头鹰前来。 此外,因为猫头鹰主食鼠类,而家里有人身体不行的时候,家属都会准备各种好吃饭菜补品,这些东西会吸引不少老鼠,而着急猫头鹰也会循着老鼠的味道飞到人家门口,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召唤同伴。 对人类来说,猫头鹰在家门口笑过之后,不但亲人去世了,家里还多了不少骇鼠,自然把它当成是晦气的灾心,避之为恐怖极。 随着科学普及,现在人们对猫头鹰的认识越来越全面,也很少有人会把它当成不祥之物了。 不少女孩子还觉得猫头鹰长得很可爱,恨不得养一只在家里。 不过,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禁止私人圈养,大家还是看看就好了。